网报李大出轨了 有人说爱情最怕的就是一个人认真 另一个人就是玩了 当初李大和女友黑尾交在一起时 因为外星的不般配 就不被网友所看好 没想到却结婚了 看照片里 一个在笑 一个在闹 看起来那么甜 李大11月公布结婚 如今结婚还不到两个月 却被爆出轨了 11月24日晚 有网友在微博接触了一段视频 标明男方是李大 但是女生不是刚结婚的妻子黑尾将 只见视频中的一男一女 靠得非常近 两人表现十分亲密 而女帮的手也抬在男帮的脖子上 也被网友猜测这是在接吻 无视频无真相 我们来看视频分解一下动作 首先李大将脑袋测了过去 停留在女生耳朵偏后一点位置 然后该女生直接上手搂住了李大的肩膀 最后 李大又左手搂住女生 女生顺势扣在了李大的肩膀 视频到此结束了 在视频爆出不久 就有网友接连爆料 应该不是酒口失态 因为两个人几乎亲了一碗 还有舌吻 整碗都搂在一起 十分的亲密 本来视频比较黑 李大打死不承认是自己别人也拿他没办法 可是好死不死 李大的朋友杠子 当天发了两人在酒吧的合影 在事情被爆出后 杠子火速删掉了相关微博 在事情发酵后 知名音乐博主张预言 就承认视频中的女生是自己 而两人只是靠在一起说话而已 并表示就是在说话 请熟悉我们这帮 Maria酒鬼的朋友出来说句话好吧 这也太能瞎编了 随后李大也转发微博 表示头痛 似乎是在否认出轨 当天一起同行的朋友 对于这件事也特别惊讶 接连发微博否认 不仅如此 还表示当天众人只是在喝酒玩而已 当天的Membrane鸡尾酒 似乎也是成为导致这件事的关键 不过对于这样的解释 网友似乎并不信服 在酒吧吵闹环境下 说话确实有时候需要脑袋靠得近一些 可是动手搂住脖子 还躺在肩膀就没必要了吧 面对网友的质疑 他也回应道 我当时喝多了 他们都在因为一件别的事 安慰我 我又看了一下 确实不好 但是确实是没有那种问题 不好意思 可能是比较生气 在面对网友的质疑 张预言也是有抗地回 对于李淡结婚必选的说法 他更是回答道 自己都已经是一个五岁孩子的妈妈了 还反笑了网友 难道这样就应该生活在女儿国了吗 不过事情闹大后 也有工作人员迅速向李淡方求证 回应中承认是屏中人士李淡 但趁他只是在讲话 并表示绝对不是事实 炒作吧 想上热搜 想疯了这些大号 对方还说道 会马上发布声明进行澄清 果不其然 工作室随后就发表了相关声明 否认李淡出轨了 表明这是在造谣 不过说到李淡在最近几年 因为网络 脱口秀的爆火 受到很多网友的喜爱 所以人红是非多 凭借现在的高关注度 随之而来越来越多次生活的曝光 在前两周 一旦在节目奇遇人生周 就一句轻描淡写的 我刚刚结婚了 迅速攀上热搜 这大概是娱乐圈公布结婚 最草率的一对了 没有特定时间 没有特别公布 只是在节目中随口一期 不过却因为这样的不经意 让很多人相信 也许这就是爱情 平板之间却沉透着彼此之间满满的幸福 其实两人早在微博上发表过一组照片 而且都是在11月1日 没有过多的言语 一句感恩 一句和美 这就是两人的仪式感 而后来这证实 那组照片就是两人的婚纱照 没想到的是 好消息公布 也才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提出了这样的事情 也是让很多人不能接受 就算只是在酒吧和有人一起玩耍 但是那样的举动也未免太过亲密了 看到他们俩结婚时 很多人都说相信爱情 但是看到如今的事情 又让他们表示再也不相信爱情 其实爱情不是靠着别人来相信的 看到两个你觉得不般配的人在一起 你认为那就是爱情 这都是不靠谱的 爱情是感受 是最可疏的情感 冷暖只有自知 点赞希望大家都能生活自己的爱情